还有歌迷朋友们 等了很久很久 呼吁一下 您一起来唱票如何感 是 我觉得今天的我呢 我感觉好像自己是一个 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灵魂 然后困在一个 六十二岁的身体里面 那我一直在努力的 想要把这个身体 跟我的灵魂 跟接近 那大家如果来看我的演唱会 你可以看到 一个在努力的肚多 你有秀一些肌肉的部分 不可能是跟当年一样 有啦 谦虚了啦 还是一样的你们啦 要去啦要去啦要去啦 好突然喔 表面的皮 多了一点 但是还在 对 它不可能是当年的六块鸡 但是它还在 心情就有点像我刚刚说的 寂寞声又熟悉的感觉 因为 我所有的华语歌 都是在台湾出生的 那 自己演唱会上面 可以说是 九层都是 华语歌 那另外的 十趴里面 可能会有一些英文歌 英文歌 其实也是在台湾出生的 所以 演唱会里面的音乐表演 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有感情的 因为都是歌迷朋友 其实我心里面是 有蛮多的亏欠 因为我有一段 大段的时间 没有回来台湾 那 一直都想着 有没有可能是在 这个小鸡蛋办演唱会 因为 也不晓得为什么 命运安排就是 没有人找我 呵呵 刺激一点 脱掉脱掉 比较十八劲的啦 对我觉得 因为我 成人级可以看的那一种 哦 因为我 我在 2004年出过一首脱掉 对 那我相信 大家一定是 针对这一个 因为我年纪不小了 那 还会不会脱掉呢 还不会像当年那样 那跟当年那样是不可能的 因为 相差大概的 二十年 二十年 但是 像我一直都说 我觉得我自己有一个二十几岁的灵魂 困在一个六十几岁的身体里面 那我尽量就是很努力的 把这个身体跟我的灵魂 尽量借尽 啊 呃 就 就是 来看演唱会的朋友 就希望大家能够看到 我的努力 多余 如果大家有看到任何的 瑕疵或者是 呃 我会很努力的演出 你的瑕疵是指下你 哈 瑕疵 是 我不知道 呃 呃 不是 我对自己的身体非常满意 问题是 看的人会不会看到他们觉得的瑕疵 呃 唱跳 它 不是一件 就是 带于深醉肉就能上的一个 一个状态的一个表演 那我也会对自己有要求 所以我一个起码的 我觉得 我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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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能过自己的那关 一个状态是必须要在 的 我可以 带到